想追到喜欢的她 就别跟她天天聊天 天天聊天会让女生对你的好感知 急速下降 对你的新鲜感也会迅速拉低 二 太年人的男生会显示出 你没有自己的社交圈 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 而且还会给你女生一种 你吊儿冷当的样子 整天啊无所事事 三 让女生觉得她很优秀 吸引你天天去找她 让她产生了优越感 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最后把你当成备胎 其实啊 对女生最管用的一招就是 欲情不重 让她觉得你很喜欢她 之后再冷落她一下 吸引到女生 让她感觉到你是喜欢她的 你恋了你 然后你就对她冷落了 让她感受到鲜明的对比 可惜啊 有些兄弟却不会这样做 一睡醒就打开手机 跟女生发消息 连上厕所洗澡都要跟女生说 其实啊 女生喜欢新鲜感 我明白你们是想跟女生多接触的 多跟女生说说话 但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 只能天天找她聊天 你是不是很想改变这种单一的现状 不想要女生 因为你天天找她 而对你失去了兴趣 想要女生啊 也主动来找你 甚至是爱上你 那你来私聊我 回复秋秋 说话以后 我力量秘密集 要你摆脱 每天跟女生尬聊的现状 要你和女生 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要女生也主动来聊你